不是,因為他最愛的事情, 一定比神的更多,是他的錢。 然後在他的家庭生活, 他的妻子和孩子, 他跟家人的互動, 第一,是他的錢, 然後他跟家人的關係, 然後他跟家人的關係。 你們知道這個意思嗎? 他跟家人之間的愛, 和愛,和愛,和所有的東西, 都會變成炎, 然後他會死亡。 但你們會告訴我, 我們不太貴, 我們不太貴, 我並不太貴, 我並不認為有人在這裡 都很貴, 就像這個人一樣。 我們沒有很多錢。 但是, 不只是錢方面的富裕, 有很多富裕方面, 人們不在意錢, 有很多富裕方面, 不只是錢, 而可能是你的職業。 第一, 他愛上的富裕, 比他更多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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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例如他的第一。 如果年輕人的愛, 你以後做決定的考慮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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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什麼為第一? 孤單一般, 你會忘掉, 你會忘掉, 你會忘記本職, 你的妻子, 你的丈夫, 主要注意到工作, 別人都會明白, 他最後沒有資訊, 但會有同時, 我們就會有同質疑, 這樣的問題。 所以,這不是一件完美的事,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很聰明, 我們想要更聰明, 而是我們心中的最重要的事, 而是我們生命中的最重要的事。 這些人拋棄了最高的榮譽, 成為一個耶穌的使徒。 所以,想想在未來會發生什麼事, 如果他沒有改變, 因為我們不知為何會發生的事, 但如果他沒有改變, 他生命會變得很困難, 他不會有幸運, 但他會有所有錢。 如果他沒有改變, 我們可以推測他死, 變成不快樂的人, 雖然他有一切的任何錢財。 但你會說, 為什麼呢? 如果我第一件事, 在我的心中, 是我的職業、 我的錢、 我的負責、 我的負責, 或是我的戚、 我的任何事件或是我的面子、 任何虛弱性, 那如果我的內心來要有什麼物理, 或是我的職業不斷優惑、 或是我任何虛弱性, 我們在世界上並不獨自, 我們有家人, 我認為是所有人物, 他們有家人,他們有朋友, 並不是他們做的工作, 或是他們做的一件事。 在世界上,我們不是獨自生活, 而我們一定會有跟人、互動, 或是家人,就是同事,就是朋友。 所以,衝突會出現, 一定會出現, 如果我們不存在的正確定規定, 以及我們的領域, 而我們沒有正確的想法, 就沒有辦法避免。 而生命是非常不適合的, 因為如果您跟妻子和婦女, 或是婦女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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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或是婦女。 所以,耶穌提起什麼? 什麼是婦女, 什麼是婦女, 什麼是婦女? 我認為他沒有說過, 這就是正確的事。 所以, 什麼是婦女提起, 不論是婦女的確定規定是婦女。 而是婦女, 不是只婦女, 不只婦女, 而且婦女, 不只婦女。 而那是婦女。 如果不是婦女, 或是夫婦女, 那是誰? 誰是婦女呢? 如果不是你的配偶, 或是你身邊的人, 他又是陌生人, 你完全沒有見過的嗎? 因為我們在読了聖誠, 我們聽說, 我必須愛我的鄰居, 如果我看到他, 你也知道嗎? 首先是, 愛愛你, 你必須愛愛的人, 這是非常親近的人, 對嗎? 夫妻、妻子、孩子、父母, 然後, 然後, 我們有聽到福音, 是說, 你要愛你的鄰居, 在地上, 或需要協助的時候, 可是, 照我們的道理上, 也是要從你身邊的人開始, 然後, 為期, 你也問我, 那怎麼辦? 如何, 我工作呢? 這裡沒有任何空間, 而是, 我工作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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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其他工作的空間? 對, 因為, 愛了神, 神真的那種需要我的愛, 愛了神, 這才會讓我開放的心理, 我愛神,我愛我的愛人, 因為我能為他們做任何的空間。 因為你愛神不是因為神, 而是需要你的愛, 而是可以用很多自由發揮的樣式來顯示你對祂的愛。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, 如果我沒有愛自己, 我怎麼會愛神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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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耶穌的教導, 並不是說, 我們要去拒絕自己的一切, 我們要去拒絕, 才能跟隨祂。 最後, 我們要否認自己的一切, 才能跟隨祂。 譬如, 有些人喜歡畫, 對嗎? 當他在做這個, 他的心會很開心, 對嗎? 耶穌, 你不會說, 拒絕這件事, 把你妻子帶給她的錢, 這件事是非常錯的。 例如, 有一個人, 他可能在畫藝術上面很有天分, 然後他畫畫的時候, 他可以感到很大的讚美, 然後愛對於神。 那耶穌會說, 你要不要再畫畫了, 然後你要去賺錢, 去服侍你的太平。 因為…